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 不仅是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 她与蔡英文总统的好交情 根本视为台美可以直接沟通的窗口 萧美琴的父母常驻美国 父亲萧清芬是台湾人 母亲是美国人 在台南成长的萧美琴 高中之后赴美念书 而这样的成长背景 让她充满台湾人的意识 就连英文名字都选择 台语发音的LIKING 年初立委选举 无法连任成功的萧美琴 哽咽说出这几年经营花莲的心情 没继续留在后山的她 蔡总统赋予她更重要任务 将出任驻美代表 担任台美外交重要窗口 与常驻美国的父母 萧美琴终于更进一步 也难怪当年苏贞昌 看到萧美琴的爸妈这么讶异 活跃震撼的萧美琴 父母鲜少出席她的公开活动 萧美琴的父亲萧清芬是牧师 母亲是美国人 却能说得一口流利台语 原来在日本出生的萧美琴 从小在父亲的故乡台南长大 直到高中才赴美念书 这样的成长背景 让她不仅英文日文台语流利 也培养自己台湾人意识 萧清芬几年前 曾以我的女儿美琴为题 写了文章 内容写女儿萧美琴 虽然是彻底的混血儿 但她的台湾意识认同 却不比纯台湾人弱 在美国和她的阳名 一样的很多 但B勤却很难找到第二位 这也是萧美琴 对外常用的英文名字 今年50岁的萧美琴 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对弱势公共事务有热忱 萧美琴的第一份工作 施施明德担任党主席时 设立的驻美代表处 担任执行长 2000年政党轮替 她担任总统府顾问 之后辞官选 乔选立委 我即将参与民进党 不分区乔选立委的 党内初选 当时还留着长发的萧美琴 演说显得深嫩 这一踏进国会政坛 没回头 从乔选立委 北市立委 再到被蔡总统说服 到花莲经营 监困选区 2016年终于让蓝天变绿地 四年后 萧美琴虽然败给立委傅昆琦 但没被地方绑住了她 终于重回国际事务舞台 于公于私 都是蔡总统最佳伙伴的萧美琴 要为台美关系贡献行力 明星文章心 回锦顺 台报道